大陆企业出品的3A游戏 黑神话悟空 近期开始全球发售 管受全球玩家关注和热议 也受到岛内青年游戏爱好者的 这个肯定 好评 追捧 各种原因一方面 是游戏本身制作精良 体验刚好 趣味性强 另一方面是取材于西游戏的故事和人物角色 融入了大量古代建筑 东方美学 国风音乐等中华文化元素 所以岛内的玩家很熟悉 也容易亲近 毕竟大家都是读着 四大名著长大的中国人 许多人在儿时都梦想拥有一只神通广大的金箍棒 台湾乐者曾经在挖掘中华文化保障的基础上 推出了《仙剑奇侠传》 《轩原剑》《三国群云传》等经典游戏 由孙独产传的支持华文化 中文化 成为文化 感谢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待参照